另外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到妇礼乡 代理乡长江东城也为了默默付出的妈妈们 举办了112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而今年一共有13位的模范母亲接受公开的表扬 乡公所也特别准备了礼物以及感谢状给这些获奖的妈妈 而江东城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临 妇礼乡代理乡长江东城为了关怀默默付出的妈妈们 特别举办112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今年总共表扬了13位的模范妈妈 妈妈们也在这一天特别把自己打扮得很美丽又端庄 亲友也准备鲜花 母亲一上台就献上鲜花并且也拍照留下纪念 还有四位子女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家人 对 那今天有没有来一起呢 有有啊 儿子没来儿子在宜兰 对 另外公所也颁发给每位模范母亲感谢状以及制证实用的韩国美形锅 还有浪漫的永生花音乐盒表扬并肯定妈妈们的贡献 活动尾声 接近中午时刻 也特别请副理农会准备了多道美味又可口的餐点 让大家享用 大家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聊天 现场气氛温馨又感人 记者高收双不理箱采访报道